九年前在高雄发生了严重气暴意外 造成了三十二人死亡 还有三百二十一人受伤 那么由于第一时间呢 其实罹难者的遗体多到 没办法运出来摆放 那么当时呢 为在气暴范围区内的名贵大饭店 业者呢随即挺身而出 开放了大厅来摆放罹难者 业者善心的说呢 虽然同事受灾户 但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人 想到如今这间善心饭店即将要出售 也让人感叹 雷雅区三多五星路口 陆续挖出罹难者遗体 九年前高雄气暴天窑地洞大量死伤 位于路口这间名贵大饭店 也惨受波及 当时依旧发挥大爱 开放消防人员 绽放罹难者大体 善心之举令人动容 不过如今饭店传出歇业的消息 外观贴上出售字样 早在今年一月春节档期 收完客人之后 就已经是休业状态 下半年开始准备脱售 一共十二楼 总建品一千五百零六平 土地地瓶一百三十一平 开价两亿九千万元要卖 已经犯定了一段时间了 也蛮辛苦的 刚好已经这么穷 就是自己有点疾病 所以就刚好就是做到 就是高与 就是疫情结束以后高与 不然就把就是 就把疫情掉下去 疫情然后大陆政策这方面 缩减观光客 大陆客 这个都有影响 整栋建物的屋林 其实已经超过四十年 虽然曾经气爆大厅 绽放过大铁 但未处优越地段 零进卫武营跟国道 有兴趣的买风 其实不少 当然接待过大体 在台湾的习俗会有一些借地 不过因为它的正面 给人家的印象 大过于这个习俗 不管是旅馆业者 还是有建商 有医药整合这附近土地的 悬泳度也相当的高 那看过的客户也很多 也陆续都有意愿要出嫁 搞到在那个区域里面 然后能够做了就做了 对啊 也没有什么 举手之劳的啊 九年前饭店 同事气爆受灾货 伸出元首帮助 如今自动善心饭店 因为设备老旧 去年代感 失去竞争力 确定出售 也让人感叹不已 记得有黄耀明 黄玉富 高雄报道